大家好,我是George,洛斯奇 今天继续给大家来的设计模式的课程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思维导图 好的,我们已经介绍完了设计模式中的创建型模式 分别单立工厂以及它下面的三种工厂 我们都介绍完了 那我们今天该进入结构型的设计模式 那结构型的模式呢 我们今天首先将介绍代理模式 好的,那我们就回到PPT 代理模式 代理模式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为其他对象提供一种代理 以控制对这个对象的访问 在某些情况下 一个对象不适合或者不能直接引用另外一个对象 而代理对象可以在客户端和目标对象之间 起到一个中介作用 好的 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那个UML图 首先UML图我们看到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Subject 抽象主题角色 抽象主题类 可以是抽象类 也可以是接口 是最普通的业务类型的定义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RealSubject的具体主题角色也叫委托角色被代理角色 是业务逻辑的具体执行者 你这可以看到这个RealSubject 他必须实现Subject接口或者是继承Subject这个抽象类 好 然后是Poxy代理主题角色也叫委托类 代理类 他把所有抽象主题定义的方法给具体主题角色实现 并且在具体主题角色处理完毕之前 或者之后做预处理和身后工作 最简单的比方就是做达字字 也就是说他也必须要继承或实现Subject 然后呢 他还要有一个private的 你看这有一个private的成员 就是真正的RealSubject 然后他的这个Operation的话 实际上本质上还是调RealSubject去做事 但是呢 他可以在这个RealSubject做事之前之后 可以做一些特别的处理 然后呢 对于我们客户端而言 那么我们是对他们俩都是不可见的 我们只知道有一个Subject这个interface 我们按它的使用方法去调用 那相当于说 这个时候如果是传过来的是代理 那我们就用代理去完成事情 如果是传到真正的RealSubject 那当然也可以正确的执行 好的 这就是UML的简单介绍 好的 那我们还是以一个实际例子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我们打开Eclipse 首先新建一个工程 Voxy代理模式 首先还是建好我们的Client 向建Man方法 做一个打印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执行 没问题 好的 我们就想一个最简单的场景 就是说我们要去买苹果电脑 对吧 那首先我们就有一个抽象的接口 那首先我们就有一个抽象的接口 美国的 比如说UAC Mark Sainer 这就是真正的美国苹果电脑的卖家 对吧 然后他也实现这个方法 好 做一个打印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一个代理商 对吧 他是在香港买 我们可以在香港直接买到新果电脑 我们可以在香港直接买到新果电脑 当然他也实现一个 一个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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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香港的真正的卖家的话呢 他其实也必须从美国进货 对吧 所以说他就自己首先要有一个 他的被代理者 那么他是在哪呢 他是在美国 然后这个时候 他我们找他买对吧 他其实也得去找真正的卖家去买到 然后再给我们 所以说这个时候 做一个答应 好的 Client这边我们就去真正的去买了 这个时候我们是找到一个卖家 对吧 我们比如说就找Uncoin这个卖家 然后我们去找他 然后去买 对吧 我们去看一下现在的效果 对吧 我们实际上看起来 对吧 对我们客户端而言 我们看起来只是调用了 找香港的买家去买了 那实际上的流程呢 香港的买家首先去找美国的卖家去把它买进来 然后再卖给我们对吧 相当于到美国去买Mark这件事情已经被过滤掉了 已经看不到了 其实就是说是香港这个代理商帮我们做了去美国买这件事情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把它换成到USD去买 它当然执行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代理对我们客户端而言是透明的 是不可见的 也是可以任意替换的 当然代理它也可以任意的 比如说它不到美国去买 对吧 它到其他到泰国去买 到中国去买 对吧 对我们也是不可见的 我们只知道最后的执行效果 就是我们买到了Markbook 但是代理商或是从哪来的 其实对我们就是不可见的 好的 这就是简单的代理模式的一个介绍 我们再回到PPT 应用的场景呢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秘书就相当于一个代理 比如说老板开会 那么他通知员工开会的时间不至会场 会后整理会场等等相关的工作 他都可以交给秘书做 老板只需要开会就行呢 不需要做其他的那些事情 同样我们程序设计也是这样的 相当于说可以把用代理模式来将一系列 无关于主逻辑的东西进行解忧 比如说业务代码中需要插入日志 那我们就用代理这种方式就很好 那Screen的AOP就是面向洁面编程 也是典型的动态代理的应用 代理模式的应用形式 有以下这些远程代理 虚拟代理 写入时复制代理 保护代理 缓存代理 防火墙代理 同步代理 智能引用代理 复杂隐藏代理 这些代理的应用 本质上都是在真实的被代理者实现的基础上 做前置预操作和后置的补充操作 以下这些都是它的不同的表现形式 比如说智能引用代理 就是说我们对象被引用了 然后如果是我们这个智能引用 发现了我们没有被引用了 那么他自己就把自己去销毁 这个在NCR中智能指针 其实是很常用的一种方式 但其他的代理也是类似的 都是帮我们额外的做一些 跟主要业务逻辑不相关的事情 然后这样能把主要业务逻辑 和其他不相关的东西给剥离开 达到一个结偶的目的 好的 代理模式的前半部分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